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今集的《施对话》 继续施老板 欢迎你 我们很多观众在我的Facebook留言 不如说说中美贸易战 我们已经打了两年了 现在Donald Trump说可能会打过 是不是会打过 和对香港有什么影响 打中国 就已经是既定的政策 因为在美国那些政客的宣传下 中国已经在美国人心目中 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严重一点 当你是邪恶国家 另外是找美国人笨的国家 找了很多好处 美国人现在的不如意 或者经济上的惨犯 疫情这么严重 狠狠狠狠狠 他当然要靠勇于去 去中国 去追究中国 打击中国 就容易得到选票了 所以他现在又说要加关税 去赚钱 是啊 其实我认为做这些事情 是损害美国利益的 不过他打算损害我一些 如果能够损害中国更多的 他都会做 没所谓 但实际上 我怕最后损害他多些 因为早一段时间 其实他加的关税 是美国的入口商要承担的 中国其实我赞成采用 我的无谓而至 就不用还击 只是等他自食其果 叫后果懲罰 你中国政府不选价 不卖给他就可以了 你说特意不卖 他又当你敌对 那我照回旧价 你喜欢买不买不买就算了 不买你就去 那你说中国做少很多生意 那我就卖给欧洲 卖给其他地方 可以的 当然可以的 就是对中国的外汇收入 美国是最大的客户 你没有了他 你就卖给中国自己内销 你就便宜些 那些电器卖不出 就加电落香 汽车落香 反正都是 美国都是印银子的 中国一样先印银子 人是印银子 你不印银子 就吃虧的 那中国有印银子 但我的问题 譬如前几天有新闻 就是 苹果宣布 未来五年 将五分之一的制造 搬去印度 我的问题是 第一 它会不会成功 第二 成功了之后 会不会连五分之四都会搬去 是 他想搬呢 因为特朗普想搬呢 Steve Jobs 之前奥巴马 跟他说 他说 我搬 那些供应商搬不搬 我一个搬回来 有贵用 有个产业链 其他的 都搬我 可以做 我不搬 他以前在我的厂旁边 开着来支持我 我搬了 他不搬 我不是要在那边卖 买些原件 回来 在美国装配 比之前更贵 是 他说搬去哪里 搬去墨西哥 可能好些 如果搬到来美国 要害自己而已 所以他先搬着五分之一 希望整整一下不用搬 你觉得会不会成功 不会做到 资本是一定要全球化 才发挥他最大的效益 你和资本家对着 资本家现在基于民族大义 不是 先听你讲 整一下整一下 他就发觉不着数 所以我认为 去中国化 本土化 会持续一段时间 在疫情之后 慢慢发现没有着数 之后就会回头 因为你 譬如滞胀经济又不好 物价又上升 你就要向市民交代 现在 它很容易令到 资产价格上升 但是资产价格上升 影响一班资本家 资产拥有者 QE以来 整个西方国家的 拥有资产的人 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急剧惑化 你看法国的黄培申 我前一轮看到 奥巴马老婆的演说 在说煽动黑人 像达明那样 是啊 我也不知道它这么厉害的 你说矛盾多大 它会出事 以前 通货膨胀 这么低 就是大量中国的廉价产品 供应给它 它才可以维持低通胀 现在又反过来 闹卖便宜给它的人 害它 中国不需要 让它买一些贵的东西 明白 接下来 对香港的影响 中美一定不是那么好的 香港就少一些机会 香港和大陆 譬如2003年 我们有SARS 大陆立刻自由行 我们的经济V型反弹 很多分析说 现在我们还有运动 还有死亡运动 最近都有 大陆不会像2003年 那样让你自由行 遲些 你吸收教训过之后 大陆也不想香港死 但是 香港人 现在是不了解自己的处境 去做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情 香港有一国两制 原因是 要回归 大陆为了顺利回归 才弄基本法 给一国两制 是一个妥协 不是共产党 本身是喜欢走这套 是适应香港人 为什么他妥协呢 他想换些东西 换些东西 换些东西 你都会阻止他 你说 要不让中共的阴谋得逞 那别人定这些东西 有个初衷 这个是他的宪制的本意 一个政治体系 不会让一些和他完全敌对的人 在里面 在议会运作的 议会的反对派只能够改善建制 就不是和建制对立 即是美国 不会让伊斯兰国的人 在美国设立政党 去带领美国伊斯兰化的 美国是可以给你宗教自由 但他不会接受政教核一 这个是他宪制不容 如果宪制不容 他就连你说的机会 什么自由言论 你写一些东西 如果伊斯兰国 用他自己的语言 本身的文件 发表在Facebook也好 Google也好 第一时间剷走你 他这些是态度鲜明的 香港也都不可能长远 中国想回激 想主导香港未来发展 让你成功阻碍他 你成功之日 就是中国原先的原意无法 就是落实的日子 那他没有东西给他换 他干什么要给你 他真的很想给你 那可能变回一国一制 不是 我说不是立刻变的 他整天都写要面 说一国两制OK的 但是他一定 对某些东西收紧 比如现在 收紧 比如对记者的管理 对教师的管理 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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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 你看看 之前土耳其政变 或者政变失败之后 抓哪些人最多 最受压力的人 土耳其 就是抓教师 抓记者 抓法官 抓一些知识分子 对媒体 那任何政权 发觉他的存在 受到危机的时候 他不会松手的 嗯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主义崛起的时候 他都整个非美活动委员会 连叉利卓别灵都忍受不了 被逼要逃亡瑞士 嗯 有些被他逼得自杀 嗯 所有国家 都不容许 他的政权 政权 或者他的 勒献精神 被挑战 就是 你去移民一个国家 他第一件事 不只是叫你唱歌歌 他要了解你对 他的献法 是不是认同 你做别人的国民 都要接受别人的献法 你做别人的国家的议会 成员 不管你是国家的部分 又是地方部分 你都不可以 好像香港的议员那么少学习 宣誓都走去移戏的嘛 你怎么容许你做这些人 一定被人DQ 我的问题就是 在过去那半年的运动 那大陆连一个解放军都没出来 那表示其实他都挺刺激的 现在就 被人这样才危险 隻老虎会咬人的 会的 你就以为他很纯 没有咬人 摸一下他的尾 没事 就站起来 骑上背脊 一招突然间他发恶 你那会吗 去到什么地步 老虎会发恶 什么地步 你踩踩踩踩 如果底线画得不清楚 底线是什么 很简单的 你不可以在香港 縱容港独的发展 这个是一向说的 但是有些人照着维护他们 是 又反对 又说是政府搞出来的 人家反对港独 他又认为违反人权 又维抗新闻自由 那 你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南方要独立 你看看用什么对付你 因为你说这些东西 都陆陆陆陆陆陆 有些零星发生的 但我问题是 譬如 在九月的立法会 如果是泛民大胜的话 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已经触到中共的底线 这个不是中共的底线 这个是结果 你香港人自己选择 会是怎样呢 会是怎样呢 那看你之后 会不会做 如果你是拿了之后 一样都阻止他走 令到他想走的走不了 例如我说 他想压制港独 他想不要排斥 内地对香港的影响力 他想不能够用两制 去制约一国的主权 你一样去到尽 你用公民提名 想推一些和中共对着缸的人 去做特首 去到他什么都没有 那就咬了 那他要香港都没用 都说整个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都是为回归而设 这个是勒献的原意 你违背他的原意 你能够令他想做的事 他原本的性格完全答不了 都说他跟你妥协是换些东西的 你将他要换的东西全部不给他 那我不妥协了 那我妥协了做什么 一拍两制 只不过西方担任大陆 现在软弱 他的领导人不敢坚持原则 因为为了维持香港的特殊功能 而投鼠忌器 不敢的 我看死你不敢动的 如果有警惕 知道这件事不能做 那你就犯错机会少些 通常我以前都打工 炒鱿鱼最多都是淋的老闆 恶的老闆不用怎么炒鱿鱿的 那些人都知道这些事不能做 见老闆嘻嘻哈哈 平时这么friend 做呀做呀做过聋 原来老闆生气了 那就惹祸上身 但你不觉得香港对中国大陆很重要 重要到can not fall 大到不能 由现在 外汇我们是最自由 就是对大陆 但是现在有人叫美国 连香港外汇兑换都没有给他 又要检讨香港关系化 就不要让大陆和香港 利用香港做这么多生意 你都搞到他一栋都没有 那他想要的东西都得不到 所以我说你真是成功令到美国 搞到大陆一栋都没有 你就要走老了 你要大逃亡 说得很好 多谢施老板 多谢大家